万事万物发展的规律,一定是由一个源头开始,然后越发展越大,越发展越远,最后再回到本源。 当逐渐衰老的时候,你会不会想,人生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?这辈子到底追求的是什么? 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说了,这是人生发展的必然规律,也是万物发展的规律。 你一定是从萌芽开始生长,然后逐渐发展到远,然后再回到本源。 这是一个从小到壮,再到老,的自然规律,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流程。 人法弊,异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,顺应大自然的节奏,尊重,然后遵循它的规律,静观其变,看它如何变化,然后随遇而安。 一切刻意地促成,或是推动,反而成了反效果。 能放下的先放下,放不下的先放松,放松一些,反而能过得更好。 二,最重要的原则就是,生养万物,衍生于背后,让大家按照规律去做。 为友谊众生而做事,滋养众生的同时,不拘公自傲,不把自己抬得很高,而是把自己的位置放低。 就像江海位置很低,所以小溪流,自然会向它汇集。 拓宽我们的心胸来承载万物,你把心态摆正了,放下自己的私利,为大家做事,就会发现,整个天道与你呼应。 做事会越来越顺畅,所有的机缘,都会向你靠拢。 在冲突中,总是很强势的人,别人回馈给你的,也是恶念。 老子认为,领导者,不要靠兵来恨行世界,应该靠德性,打仗一定是万般无奈才打。 用兵,是因为自己德性不够,没有做好前面的工作,才导致如今的局面。 如果有其他手段可以达到目的,就不要使用武力。 就算是用武力胜了,都要以丧礼来办,因为牺牲太多人了。 仁慈的人,是不愿意这样行事的。 他们使国家实力增强以后,用德性来感召大家,让大家向他靠拢,才是解决冲突的核心要素,而不是用兵来恨行天下。 如果国家,就靠着军事力量的强大,来恨行于世界,迟早会灭亡。 因为战争,是以消耗国民实力为代价的。 生活中,那些经常靠武力来压制别人的人,最后会招致更多人的反对。 按照正常的生命轨迹,人可能有1%到2,或者更少的时间与别人起冲突。 在生活,在工作中也是如此。 有时候同事间,可能会有点摩擦。 如果你的生活,全是与人冲突,那么,你一定要反思一下,自己的生活,是不是出现了哪些问题。 曾国凡曾因为自己的家眷和邻居,互针两家之间的通道,中间一室多地滋事,回复给家眷的家书中写道,千里家书只未强,让他三室又何妨,万里长城金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。 我们大部分的经历,是用来学习,看正常生活的。 冲突只处于边际,把1%的冲突当作大事,人生就糟了。 天天把所有经历,都用在这点冲突上,不做正事。 到最后,你可能目光是斜的,眉头是紧锁的,眼色是铁青的,就因为这1%的冲突,你把它放大到整个人生,能快乐吗? 重为青根,敬为造军。 乌岛翁和三天大树,总是轻的在上,重的在下。 姚子认为,重是轻的根本,在人世间,有些事是轻、重,结合在一起的。 哪个轻,哪个重,必须要区分清楚。 自然规律,就是以重的为基础,轻的往往在上面,显而易见。 不要轻重不分,看问题要看根本,而不是将心力全部放在结果上。 比如身体,是事业的根本,在身体和事业之间,身体排第一,为重。 而事业,只是身体带来的一个结果。 人生到了一个阶段,尤其是45岁以后,就一定要有一种,看清我们生命本质的智慧。 躁动,望动的状态,是不正常的,早晚会恢复到静的状态。 只有静,能控制住躁,静,是躁的统失。 当我们把心,置于清静的状态,躁动就会逐渐消失。 在生活中,无论遇到任何事,不急不躁,多等一下,多观察一下, 用一种平静的状态,来面对周围的躁动。 躁动很快就会像洪水一样,来得快,退得快。 当下的局面,也会有明显的改善。 心,则失本,造,则失君。 躁动就会失去控制。 中医说,心,是君主之官,心在五脏里,有统领的作用。 如果心神不宁,行为就会开始躁动。 你一旦躁动,就容易失去控制。 对事物的判断,就会出现偏差。 所以,切记,不能在心神不宁的时候,对事物做出判断,以尽甚道。 真正的修行,不一定要在庙里,或深山里, 而是在你的生活中,在你做事的点点滴滴里。 大方无语,大气晚成,大应牺牲。 大方无语,是说真正大的地方,或大的形状,是没有角落的。 如果你画一个小方块,你能看到角落。 画一个100平方公尺的正方形,你站在中间,也能看到角落。 但是,如果你画一个1000万平方公尺的正方形,你站在中间,还能看得到边边角角吗? 我们从某个单一角度看某人,某事,某物的时候,有可能只能了解其中一部分。 因为层次不同,所以只能了解局部。 而人类听力范围有限,大概在20到2万赫子以内,超出这个范围的声音就听不到了。 蚊子翅膀振动频率大于20赫子。 所以我们听得到蚊子飞来飞去的声音,但蝴蝶的翅膀振动也有声音, 只是振动频率小于20赫子。 所以我们听不到。 大因牺牲,是以身为,一个人说话特别有分量,这种人不轻易说, 但是说的时候,必定些重要害,所以,急急躁动,话多,不见得是一件好事。 有时候,我们因为目光狭隘,而判断失误。 学习老子的道德经,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境界, 提醒自己,看问题的角度要放宽。 人类已知的物质,在宇宙中只占了5%, 而暗物质,占了95%以上。 渺小的我们,一定要保有一颗对天地,对无,的敬畏之心。 肉眼看不见的,却又明明中存在。 我们不了解的,实在是太多了。 把自己的目光放宽,放远,尽量学着跳出来,从高处看人生。 你看得越高,越远,就越能洞悉整个世界运转的规律。 视角提高了,认知就会改变。 看待事物的角度,变化以后,人生就会变得更从容,更圆融。 老子的道德经处处都是经典,处处都是精华。 哪一句对你最有启发呢? 可以写在留言跟我分享吗?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,希望你会喜欢,谢谢。